警方拘捕17人 接驗串謀非法收售賭注和洗黑錢 警方收賭情報 由海外非法賭博網站 在香港招募中介人 為賭客開設網上戶口 參與撲客21點 適中等賭博遊戲 表面上是用跡分參與 但是賭客實際要向中介人用現金兌換 他們會用銀行戶口 儲值支付工具清洗黑錢 到找換店提取現金 警方相信那個網站 由17年12月到去年1月 處理了1億3千多萬元的裝款 被捕人的銀行戶口已經被凍結 涉及450萬港元 他們換取積分大概是2元港幣1分 1000元的港幣 這些中介人可以賺到7000元港幣的利潤 以比較低的價錢 向一個賭博集團去購買那些所謂的積分 而他買完積分之後 就以高價 就再轉售給一些賭客